這把呢其實我覺得算是玩的蠻精彩的 因為呢 我的那個隊友好像不是很會玩 那我跟他當狼 其實所有好人都是我看的 然後最後我還可以贏得這一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其實一把已經拿了很多好人 所以我就覺得我這把應該會拿狼人 那那時候我一開始呢 我就一直跟我的隊友講話 比如剛剛說 那個10號10號 我等一下會按那個通訊 就是斷訊 然後你等一下就 先告訴我一下你在哪 好所以呢我就找到在觀景台 弄東西 然後就立刻按通訊 第一個先跑到泳池 那跑到泳池我就看到這個5號 對那我就想 假裝我也在解這個通訊 狀斷 好解完之後呢 好然後我就趕快先跑走 跑跑跑 然後因為這時候我都沒有看到我的隊友 我就想說 隊友在哪 我原本很想殺那個8 可是後面看到有人來 所以可能就算了 而且我覺得那個部分 客房那邊應該蠻多人的 先不殺 然後呢我就往上跑 好就看 喔終於看到我的隊友了 喔隊友隊友 我就來跑回去找他 因為他都不會用男人頻道 我看到一個好人經過 我說我先到這個 然後你家把來的好人殺掉 我就趕快先跑 沒想到 沒想到 我看到有一個人走得很急速 那個人是紅色的 所以應該是10號 但是10號殺他的過程沒有看見 但是很清楚能看到他逃逸的過程 我剛剛一直都在解任務 然後一開始在大廳的時候 4號好像也在大廳那邊 就是做掃地機器人 後面訊號斷掉也有看到3號 然後一開始往右邊跑是 1345都是往右邊跑 然後後面我解完那個通訊 我往下去客房遇到8號 然後後面我再往左走 在廚房要倒垃圾的時候 就被排過來了 這輪呢這個5號是先 先指控了隊友 我是覺得這個隊友沒救了 完全不用老人頻道跟我講話 所以我當下就當機立斷 決定先把他給票出去 我就說 我一開始我先到觀景台看星星 然後呢我這個看完之後 就通訊中短 所以就順路就跑到泳池 跑到泳池的時候我就看到5號 是先進來的 所以我可能會先信5號是偏好 那我可能會先投食 所以我決定當機立斷 決定先把隊友給賣掉 我是去電力室解完任務 然後走出來看到屍體 然後5號比我 就先按緊急著急了 懂意思嗎 我是從電力室走出來的 不是逃逸的 不要聽5號亂講 我剛剛 請問一下屍體在哪裡 那為什麼你會向下逃去 你屍體在哪裡 屍體在左上角那一區塊 但是詳情我也不太記得 但是10號是往屍體的方向走的 那就是先票十號 那我看一下方向 其實真的是要票十 我就說好就票十 我也是很吉利的 那個督促大家 先把十個票出去 我覺得因為這個狼隊 其實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所以先票出去 先做做我自己的好人身份 我只是覺得因為有一個好人離線 然後我刀了一個好人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有機會贏 所以還是決定先把這個十跳出去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也保不了 我剛剛就講他 我們就可以雙刀 你等一下把那個好人給刀掉 就來過來的好人刀掉 結果他就沒刀 我覺得我才認為我這一開始呢 這個通訊按的有點快 但反正我就先衝去泳池 先做做這個任務 因為通訊中段可以 可以讓好人做任務做得很慢 而且現在好人是偏多的 所以多按通訊中段會比較好 那我就先跑到一個最近的地方 加裝在做任務 然後5號跑過來 好機會 殺了他 因為5號身份比較高 這也是一個好機會 所以我就趕快往下跑 跑跑跑跑 看一下他有沒有 我想要製造我的不在床證明 然後呢我就 假裝我在這個 餐廳弄這個掃地機器人 然後又趕快按通訊中段 好然後我就假裝 好我也要跑去解了 我覺得好人 我要跑去解任務 解這個通訊中段任務 你看我現在又是第一個進來 那這時候呢 因為我看到沒有其他人進來 所以我就故意先不按 我就故意其實 假裝對不到 那等到有好人進來 我才開始認真的對 那這樣其實就 比較可以製造我的好人面 然後我一開始就注意喔 我往下跑 我在客房先遇到這個6號 但是呢 1號在後面 所以我到不了 好就在這個時候 7號 按起了 這個緊急會議 就我看 剛剛看到 9號 殺了 5號 在那個 越南市 好因為他指控我殺了 但是其實我就想說 欸他怎麼會看到 我就說 蛤 我說蛤 你看到我 我就說 可是我 是通訊中段之後 我就弄 我是先到通訊那個 泳池那邊 接通訊的人 弄完之後我就往客房去跑 因為他指證 他說我在越南市 其實我就說 我往客房去跑 而且我還遇到了1號跟6號 所以7這樣才我 7應該是狼 就這樣啊我最後會出7 反正我的發言大概就這樣啊 就抓兩個好人 製造我的那個不在場證明 我剛剛去泳池的時候 遇到9號跟6號吧 然後 後來要去 去客房 然後經過客房的時候 然後就往廚房 然後就被找到來到客廳了 我剛剛在從客房上去泳池的時候 因為要去解任務 然後他們解完 我是看到9號往客房走 所以7號 你是不是有點 講錯 或是看錯 但我覺得你心很大 我什麼都不知道 啊一開始我的確跟4號有一起在電力室 然後又有訊號 然後後面往左邊走 要走到監控室那邊的時候 然後訊號就斷掉了 所以3、4都不可能出這一刀 因為7號說 屍體在越南室嘛 那後面解完 解完通訊的時候 19和我都是往客房走的啊 那7號說看到9號殺人 反正就7、9出於狼 看你媽怎麼投吧 我就吉利說 因為發炎的人 初七 我是往客房的1 那個4都有看到 所以就很初七喔 就這樣 那你們就啊 看一下這個結果 6跟4應該都是這樣 這個結果超好笑的 那時候我原本想說 初七應該會飄出去 結果 竟然是平票 那個6臨時倒戈 他們有些人就會覺得 先爆個就是好人 沒關係 反正是那也沒差 我就還是 但是你看 假裝我在做任務 然後我現在還有那個 破壞可以按 我那時候其實也在觀察大家的動向 大家都比較旺 我覺得大家看起來都是比較旺 這個 好像是左半邊去跑的 然後其他人大家都不太在 大部分現在比較靠廚房 所以我就打算我要按火災 我按火災之後呢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要先往近的地方走 所以他們會先去救廚房的火 那一堆人去救廚房的火 然後我就自己留在越南市 加裝會在救火 然後呢 我就打算 就是 如果只有一個好人來的話 我就先拿來刀了 那如果有兩個好人的話 我就會滅火 就是我的打算看 我看到六跑過來 先刀耳再說 好了 這時候 因為其實我看只剩三秒 我在想要不要跳地動 結果我就平了 超開心 超海燒 這句真的很好笑 說了吧我 好會演 你就說就這樣 好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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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會演